他们的位置在青海高原 他们每季度都要接受一次极限挑战 来自黄南无贵州的震撼 我参加过五四个贵州 虽然他每次都要死过一回 但是我下次还要参加 因为他真的太有挑战性了 保兵敢挑战 中国武警即将播出 我们支队一个季度搞成什么贵州 参加人员除了特定牌 和中队应急班训维队员 还有按比例参加的一些干部 我们挑战的科目有四个贵 而且每一次挑战不断地增加和变化 我参加过五四个贵州 虽然他每次都要死过一回 但是我下次还要参加 因为他真的太有挑战性了 黄南支队是全武警部队 率先组织 无贵州训练的支队级单位 第三年我们退合工 压着军队犯罪行人员来到山里 搜索了他藏匿的子弹 当时我们想 五个小时可能完成 没想到来到山里 车辆该没有放弃 整整走过十三个小时 我们有很多战士都去托来 从此看着决心 必须搞及前选 来断来战士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适应黄南这个特殊的环境 黄南藏族自治州 位于青海省东南部 地处九区黄河第一湾 其地形囊括了雪山峡谷 森林草原 以及沧桑摩变的丹霞地宝 挑战这样的环境 官兵到底要承受哪些考验呢 目前黄南支队魔鬼州 共有五大类四十七个挑战科目 几乎所有考核 都记个人和集体两个成绩 这个魔鬼州这个学业时间 是非常紧促的 而且它每个科目 都有规定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给你休息的时间 我们魔鬼州很多大的科目 都是提前筹划好的 但是一些体能科目 可能结合我们当时的场地 去随时开展 加油 站住 站住 那天的风大概就是五到六级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 带着那个漆杆 就那个大风就把它刮弯了 那风沾着那个血 刮到那个打到脸上 就像刀割子一样 站住 站住 零下二十六摄氏度 是黄南洲冬季最常见的温度 而且这个山谱的海拔 已经超过了四千米 一个来位上是五百米 我们要求队员是两趟 这是一千米 都跑不动 前一百米可能你还能稍微加点速 可能跑一下 但是到后面越来越多 尤其那个地方是高海吧 它也缺氧 因为高原缺氧 一般人很难一股作气冲到山顶 即使这种边跑边走的速度 也需要长期锻炼才能做到 我现在我的发现感觉 都快爆张了一样 到最后你看 剩你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的尴尬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欣慰的是 没有一个队员 没有一组完成不了的 因为在上一次 我们魔鬼族训练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特战队员 基本上就是晕倒了 说明我们通过这个魔鬼族训练 队员的素质一次比一次进步 我们的特战场都是倒调度 时间准备好的 里面装的满满圈 每个都得有六十斤以上 你要联系推几个还是没问题 但要是在五分钟的联系脱节的话 那特别难受 刚开始因为那子弹箱 它没进水觉得不会太重 你进水就重 越做越重 而且你做的时候 好调度人家 它在那里里数 而且它数到平面也比较快 没呼吸过来 没调整过来 你就得一头站下去 那时候你就 喝水就行了 那个水凑 然后那个凑位子无法形容 最多的一个是 脱节了1月59侧 脱节完之后 地上打到前去打成 而且双脚又陷了迷你去了 吃饭的时候不是往嘴里塞了 是嘴找 往嘴找饭了 快快快 快加油 武装奔袭和急醒军 是魔鬼舟续面中出现最频繁的科目 最短的路程是三公里 最长的是四十公里 在黄南这个地方 这种超负荷的体能科目 最能挑战人的意志 它是专门设置这些 穿越这个草丛 峡谷的原始森林 雪山等各种各样的地形 我们的背包是三十五公斤 就是一架枪支 是三十五公斤 架枪支大概有将近八十斤了 然后跑到一半的时候 特别难受 今天就想把这个背囊给撇掉 浑身都软了 我咳出来的居然都是血色 参加之前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但参加的时候特别痛苦 赶紧结束吧 赶紧结束吧 跑的水它不发水 一天就给你发两瓶水 就是你这一天 无论什么磕墨 就两瓶矿泉水 嗓子里干的 干的就是直冒烟 当时看见路边那些游客 就是荷兰的半瓶的矿泉水 在路边一会儿扔着 当时那个脑子里就第一想 是检查一下 不管干净不干净 再喝上两口 但是脑子里想要一下 不能违法规定 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做 我们始终都感觉 某种是一个 非常有挑战性的训练 但是害怕就是 因为有很多成绩 是具体成绩的 就怕拖机体的后腿 快来快来快 因为把你分到一个组 你为了你的战友 为了荣誉 你也得继续向前进 根本不可能什么退出弃权 你那时候生命都不是你的 你只都没有权利 我也是自己给自己激励自己 鼓励自己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让自己往前跑 就像它我就有水盒 给自己一个小东西 第三次用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感觉没啥用了 脑追不上脑追不上 我这个腰都勾得 我感觉都会趴在地下来 就是一拿着越动越沉 越动越沉 在我最跑步的时候 我抬头看到天 就看到我的家人 就看到我的家人 就跟我加油了 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是最棒的 我是第四个 到达15公里激励军 终点的 我把那个头盔抹了下来 脸上一擦没有汗 全是全是咸 我一舔了一下 还是咸的 我们那个跑10公里 20公里 或者40公里 奔袭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目的性的 并不是说光出一声 错换就完事了 黄南洲一共有四个县 我们某个人的时候 都跑遍了 比像特别的地形 重点的相对 我们都比较熟悉 平时我们在游戏搞训练 无论多么狠 多么紧张 都无法检验 站起了几千 一旦打出来 搞上一次某个人 10公里的武装分析 最快有多长时间 40公里的精英军 最快有多长时间 我们心中就清楚了 快快快 开始 快点快点 快快快 实战中 远逐区是无形的杀手 很容易造成 非战斗性减缘 所以考核要求 这个科目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它里面呢 是了吹烈弹 烟雾弹 它一下表呢 我们这个时候 有点紧张 一紧张呢 比如说 黄东面具戴不好 比如说 我有个战友 我看到两个手 你这种扎压无杂的 肯定是 黄东面具处理成了问题 到了中央以后 他把黄东面一拖 我都把我吓坏了 他那个眼泪啊 嘴啊 鼻子啊 全流的都是空水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仅影响个人成绩 还会让整个小组 在接下来的挑战中 赏失协同配合的能力 所以一旦失败 必须受到惩罚 比如我们那个参谋长 他把你旗子给拔了 我们那分八个组 一个组一个旗子 那旗子拔了 那多丢人哪呢 脸上挂不住的 羞耻得很 军人荣誉为上 一旦荣誉没了 那这个非常丢人的事情 在黄南州支队 这种严格的训练作风 官兵外都深有体会 我在第二次摩贵州的时候 我居然迷路了 我为啥迷路呢 因为太过于自信 自己的目标就是第一 第二都不行 我跑得特别快 我一看到 我后面居然一个人都看不到 等我来跑到终点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支队长 已经开始集合全部队 开始训人了 你有个别的人员 你还有特兰人员 你把你路都迷了 你还有什么特兰人员 你跑上一趟 回来又不知道 知道上哪去了 你首先到了一个地方 你首先要对这个地方 还你要搞书 我知道原生在北京 听说二十三岁的时候 小姨号召 志愿来我们青海高原工作 是我们全青海总队 正团是干部中跑得最快的一个 他在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抓训练 经验非常的足 我们在生活上 可以给三年温度 但是在训练场 必须严格要求 否则的话没有本事 到了战场 他就会付出学历代价 铺道爬行是比较残酷的客户 要想爬到三公里终点 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用官兵的话来说 要么流血 要么流泪 因为这个三公里 坡道爬行 它不像我们这个长途奔袭 五公里也好 十公里也好 或者二十公里也好 我有多大力量 我可以把它释放出来 它身体是受限制的 靠我们两个膝盖 两个手掌 或者小臂 在地上扑扑前进 而且身上我们的装距 大概就三四十公斤 刚开始以为 应该比十公里轻松 毕竟不用跑 但是爬了两百米以后 就感觉自己的想法是错误 我想站起来休息一下 对不起 这个成绩就没有分了 甚至两个双膝不离地 我两个手离开地面 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间长的 也不行 也要扣分的 上坡的时候 感觉比下坡要好受一点 因为上坡的时候 一直爬 然后背囊是往下面坠的 还可以看旁边后面 但是往下面爬 整个背囊 因为背囊太重了 直接加到土上 土都抬不起来 虽然说这个有后膝后足 但这个地方还是承受不住 因为很多碎石头 杠的比较疼 那个十字又那么小 虽然看似看不见 但是手一下去就能感觉到 这个专心的那种疼的感觉 搓的那个手 就是口子 手指上 那个口子立的 都没办法 一直往前走 爬完之后 下来把裤子掀开一看 然后这个膝盖全烂了 因为当时我爬的时候 鞋也特别小 最后爬下来之后 脚椎盖就已经黑了 另一个脚椎盖就已经掉了 火辣辣的疼 就坐到地上抱着脚 就在那吹 目前我们这个科目 最好的成绩是27分15秒 我清楚地记得 最后的一个名成绩是40分钟 这是一个名牌长 当时他在这个爬行当中 我一直就在陪伴着他 他就问我 参谋长我能不能放弃 我告诉他 你必须坚持到底 如果你不能爬到终点 我就让所有的人员 不吃饭等着你 因为在我们支队 作为干部 不要求你所有的科目 都是优秀 但是你绝对不能垫底 否则的话 在战事面前 你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福建战斗是综合性 较强的演练科目 对官兵的综合素质 要求较高 得分相当困难 福建战斗它实际上 就是要断一个黑窝点 它里面含了很多小科目 你看我们选择的地方 他过来一个我打一个 因为我们是 十个人担任红军 四个人担任蓝军 担任蓝军是我们的班长 他们的素质都非常过硬 如果你不用素质好的老兵 扮演蓝方 你设定好胜败的结果 改门打不到训练效果 必须这样 他们才会开动脑筋 才会得搏一种 提升实战能力 你也不知道 他常常哪个角落 怕他你也看不见 就是上次就有一个战友 就是这样 由于他们交替养护不到位 就是忽略了一个视角 当时我就听到 滴滴滴滴滴 已经牺牲了 但是头上就冒一样 他们四个人 占据在一个独立房里 然后四个都是开阔地 我们十个人 要运用各种战术 去接近他们 你们的行为 以构成犯罪 立即方向武器投降 如果说 我们这个战术设计的不够好 或者说是我们配合的 不够默契的话 很有可能就还没有接近 就被他们发现了 我已经参加了三次魔鬼州了 在这个环境呢 我是一分都没有得过 就上次我们好不容易 接近这个窝点了 当时呢我负责翻窗突入 当时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呢 是已经够凶促了 但是还没等我落定呢 就已经被老公子给收拾了 他们想赢我们确实是有些困难 你看我们占据这个天时地裂 不过他们如果脑筋灵活一点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连上火的时候 他们就把一个放羊的给收买了 然后穿着人家衣服 把羊皮大衣也借过来了 赶着一群羊 我们这一时疏忽大衣 然后就吃大亏了 现在我正在考虑 我们冠军之间套路太熟悉了 下一步我们准备和当地公安配合 让他们的特征扮演来放 这样挑战性就更强了 前两次我们摸过去 用的是冷适时 我感觉这台面一强 后来改成6.9吨的运营车 而且增加了海拔 这个效果非常好 有一个人不使劲 那就根本就推不动 我们当时来 就是往前推一点点 车楼后面垫个石头 推一点点 车楼后面垫个石头 它不然都是上坡 你推一点点 它都会往回倒的 而且它给你挂的是空档 万一往回一倒 车一滑 说不定轮子就从你身上撵过去了 前天晚上 我们在山里边住 下雨了 然后感冒了 第二天一点就没有了 如果当时说 我要是没感冒的话 我们小组绝对拿起来三名 由于我个人原因 保着大家没能往前赶 如果当时说他们能骂我两句 说我两句 我感觉心里还好过一句 但是我的班长 他根本没说过这 他说没事留下了 即使我们拿不了第一 我们也不是最差的 你相信我们大家 这次这个科目我们差了 下个科目共同努力 把成绩赶上去 我们还是最好的 我们还是最好的 到中间那一刻 我几个班长 我几个班长 累得 嘴边的法子 我都不是应该 但是我都 我都在想 我说如果 到战场上了 我儿子受伤了 他们绝对不会抛弃我 绝对能替我挡子弹 绝对是我的好班长 班长 什么是班长 什么是战友 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最危险的时候 能出手帮助我 能理解我 这样的战友 我一定能记住他一辈子 那天那个风 大概有七级 打的是阳角 那个铺路大概是35度 我们这个要求是 在一分钟之内 从110米 跃进到100米 总共是五发子弹 然后握子 迅速打烂 黄南支队 魔鬼州的射击场地 几乎都是这种 临时选择的靶场 我感觉这个 其中最难的是 一前往这个 战口上一贴的时候 你就懵了 因为全是雪山 那都是雪山 那个目标 目标中间那个四环 那也是白的 所以说你一看 人的虚光非常大 啥都看不见 此时挑战的难度越大 越能检测 平时的训练成果 如果你经常练的话 一过去基本上 他就贴在一起 就在阵容间 当时我是打了19环 我们不只是一两个成像手 我们特筋班和进行班 你随便拉出一个来 那命中率都在90%一分 别敲 我们这个设计科目 是非常多的 比如这个雪包投入力链的 这个九空把射击 我们也在练 而且我们根据 黄灯枕这边的机器 设计了不同距离 不同角度 不同目标的 去到那种 最危险的就是这个小组 系统设计 我们现在说用的 全部是真枪实弹 放下 放下 刚开始 我也不敢打 因为战友也在前面 就跑啊跑 就心里有一种 抵触的那种感觉 但是支队组织的非常严密 细节扣得非常细 在这一点上 非常配合我们支队长的破裂 敢于担当 人家的口号是 绝对快 相对重 而我们的口号是 绝对快 绝对重 他们训练非常务实 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你看水上射击 人枪在动 目标也在动 同时还往水里扔高跟弹 制造水上的锅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战士 还能打出无法武中的好成绩 真是不简单 凭借务实的训练 黄南洲支队先后荣获 总队狙击手提训竞赛团体第一名 和总队部门支队特战分队 对抗竞赛综合第一名 我们挑战这些搞摩古州训练 它也是一种教育 你看我们出发之前有誓言 训练之中有极力 休息的时候有温暖 我们把关键的训练热情 给点了吗 你看我们有名老弟 腿受伤了不能参加摩古州 望着大步地出发 他在屋子里面掉眼泪 我们有了这种精神 还有什么任务完成不了 通过季度魔鬼州训练 黄南洲支队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训练尖子 后线支队特勤牌 中队应急班 全部实行竞争善感 我一共参加过五次魔鬼州 我始终以进前十位目标 我总共参加四届魔鬼州 我还十全世界就差三法 我特别不甘心 我下次一定要争取第一名 我一共参加过三十魔鬼州 因为我是连队应急班的嘛 各样事情应该比大队的特勤牌差一点 但是我有信心 我一定要超越它们 三头野象被困山顶蓄水池 这头小象不小心踩花了掉到水池里面去 十七头野象聚集周边焦躁不完 是一个二十头组成的一个象的家族 森林关立不紧急迟远 上演一场怎样精心动魄的大营救 快来快来 野象营救行动 中国无几下期播出